有人说 2023年最大的大事 不是向新冠宣战 因为这个新冠是个人为的 还是一个世界天成的 这个还不太好说 还有争论 还带观察 可是这个家伙可是妥妥的人为的 是人为设计的 这个人为设计的 有的时候可比这个天然的还厉害 人当然敬畏自然了 我说的还厉害是指在善恶观上面 所以说我们和新冠可能存在的和解的概率 而和这个家伙的和解的概率 有人认为就不高 如果这个家伙 剩了全世界的所谓的俄孙的趋势就增大 有人谈到说是黄俄有颜色的 这个不只是有颜色的 它是个全世界的范围 如果他散败了 反的这一方就会明显的扩大 所以说 我也比较同意这种看法 人类可选择性的 不只是要认识新冠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这个家伙的问题 所以说有老师写的这篇文章很及时很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可以找得到的 收前面这个字就能收得到 支持这个鹅的也好 不支持鹅的也好 他不但有远处的那种价值观的思考 还有跟他近身的这种生活感受相关 甚至和他世世代代的爱恨情仇有关系 你走进他的生活 你还听他那个判断 你反鹅的那些也不得不觉得 确实可以通情和理解你这种判断 人类总是很狂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判得 判断出善恶 分辨得出是非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朋友们 假如你说你认为你可以认得清是非善恶 我也请你慎重的珍惜的 认真的审视你的判断 不是很简单的 虽然是一个动物 他一出生 他可能都可以判断的出来 或者比动物差不多的人 一出生他没受过教育 他就分得出来 这个东西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这个人不能随便杀死 但是他越受教育 他越异化 他越认为自己认识善恶 他越异化 看看我视频下面的评论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黄俄这个词不好 这个并非是他所带来的影响 并不是并非是一个族群 是全世界型 有朋友问我呀 说什么是男权 什么是黄权 什么是这个富权 本来这个权是好东西 权吗 天赋人 天赋吗 感觉挺好的 但是异化的异化就出毛病了 那现在你要说什么是富权 我觉得 什么是男权 这个人是典型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以后朋友们你要问我 我就告诉你就是他 他就代表的是男权 能认识他你就认识了男权 好总结一下 2023年最大的大事 不是向新冠 不只是向新冠宣战 可能和新冠要有和解 假如他是自然的产物 可能你要和解 假如是人类狂妄 和这个自然的交构产生了产物 你可能还是要和解 因为有了自然的力量 而这个家伙不是自然的力量 不是自由的意志 是罪恶的意志 好了 这个像所谓的家人号的乌贼们 这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给污蔑人家 祝他们新春愉快 好好的把握好你的价值观 对那个所谓的有颜色的俄孙们 或者没颜色的俄孙们 也祝他们新年愉快 更更的要祝他们新年愉快 因为他们本身是受害者 不需要再惩罚 他们自己就开始自己惩罚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底线守不住 莫不相关的人他要残害 甚至他的亲人他还要残害 甚至他自己都要残害 你要怎么 能怎么着 一个人和你打架 首先用板子 先把自己 砍着头破血流 你能怎么着 你只能是落荒而逃 是吧 谢谢大家